字幕提供 官員之戰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看到日本有在拍實事片了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其實很想要看一下他們那個武士啊 的那個戰爭的那個 的那個故事 因為之前 之前他們也曾經拍過那個類似的時代劇 像清虛會議 只是清虛會議很明顯 他就是格局是比較小的 他是主要故事都在講一些那種 全謀鬥爭就是在會議當中 然後那個互相 咬耳朵啊或者是 拉攏對方的那個或者是 用一些詭計的故事而且他把它弄得 比較像清洗劇 那這部官員之戰看樣子 至少我們看劇照很驚人 他真的是跑去那個什麼 跑去戶外 然後找一堆人騎著馬 然後那個穿著盔甲在路上這樣 跑來跑去這樣 在原野這樣衝 我覺得 可能台灣人應該 可能真的被日本文化給影響吧 所以我們對日本的那個歷史故事 其實真的也算是挺著迷 很特別啊 可是我覺得我們對於日本的那個故事 雖然是著迷 可是我們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那麼的了解 日本戰國時代的事情 就像我以前玩遊戲 玩三國日十三很熟 但是玩那個信長的野望 就不是很清楚他們的人物關係 你知道 因為畢竟三國 我們有三國演義一本書可以看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 劉備跟曹操是敵對關係 然後一開始他們那個什麼 前面還有董卓啊 然後反董卓聯合軍什麼之類 對 可是 關於戰國其實他就比較缺少 這樣子一本那種 整個把整個東西講出來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 知田信長的故事 或者是德川家康的故事 或者是 嗯 呃 武田信玄的 傳記 這樣子 然後有 他們的故事講完了 好像對整體的那個歷史事件 好像也不是那麼了解 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我對於那個什麼 戰國時代的故事 總是會變得有一點點 嗯 我不是那麼的清楚 他們的那個 來龍去脈 不過關遠之戰應該 欸我記得 關遠之戰應該是後期了吧 德川家康跟 十田三場的故事 好啦 至少我們有戰國無雙的遊戲可以玩 對 我們大概會知道一點那個 稍微知道那麼一點 只是 只是你知道 遊戲商所做的那個 戰國時代的故事總是 有點太過誇張 對 所以 一刀砍死 一刀砍死一排人 呵呵 呵 好啦 日本戰國的大規模戰爭 以三國來說都是現級的規模 時間差距是有影響 沒錯 可是你知道光榮他們做戰國無雙啊 都把那個裡面的武將做得好像很厲害 然後比較起來然後三國無雙的武將就比較樸素一點的感覺 對啊 就是你看喔 光是曹操與信長的那個造型就有差 信長哇 魔王拿著劍會發光的你知道 曹操 就 感覺起來就比較那個什麼簡單正常一點 嗯 嗯 莫卓你熟日本有日本的那個歷史嗎 日本喔 嗯 不熟欸 我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的只有 就是本能四吧 本能四之變 對啊 本能四之變到後面那一小段就是那個大轉折啊 前面可能大家都比較 不熟一點 嗯 我對於日本的戰國時代比較熟的故事其實全部都從漫畫來 而且全部都是 欸 全部都是來自於那個畫北斗神學的漫畫家 畫的故事 原則夫啊 他以前有畫過一系列的那種 以古代那個日本戰國時代的人物背景為畫的那個 為主角的故事這樣子 然後我看過一部一本一部是要說引武者得川家康 喔 那個還蠻早的那個我高中時候的事情 你在講說 得川家康他有身邊有一個引武者 你知道引武者是什麼 就是 呃 要怎麼講就是類似像保鏢那一種吧 暗部那種感覺嗎 就是你在看活影忍者有點像暗部那種 不是不是不是 引武者其實就是替身的意思 替身 對就是 他們找一個長得跟他很像的人 打扮成他的樣子 這樣的話他會代替他死 就是比如說有人常常 因為那些大明嘛 那些那個 那些大明總 總是在那邊坐著這樣子 然後通常總是會有人想說如果把他殺掉了 那 那整場戰爭可能就決定了這樣子 我們這個 軍心就會潰散之類 所以呢 九二九日就開始有那個 那個 引武者這種東西跑出來 那就是 德川家康都盔甲都一樣 兩個站在一塊你不知道要殺誰這樣子 那那個漫畫還蠻有趣 那個其實應該也是小說改編的 就是 德川家康呢 找到一個跟他 長得非常非常像的人 叫四兩年二郎三郎 很奇怪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叫這個名 然後他就是一個火槍手 長得跟他實在太像 跟德川家康真的太像 所以他們兩個就 他就成為他的引武者 可是呢在官員核戰的前戲呢 真的德川家康呢 被倒著鏡的手下暗殺 所以真的德川家康死掉 那引武者呢 這位引武者 被迫 然後 要假裝是德川家康把這場戰爭結束 對 這個這個小說 很好看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 有趣的是因為元哲夫啊 他是畫北斗神拳的嘛 他的帥哥就是同樣 就是全四郎造型 然後德川家康在那個漫畫裡面 被畫得很像全四郎 因為他跟歷史上的德川家康真的差了 有點差了有點大 因為我們平常 印象當中的德川家康有點胖胖 我來找一下引武者 德川家康的那個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引武者德川家康 我要找一下啊 我們 我們 我們那個什麼 印象中的德川家康應該是 光 那個什麼 胖胖 我們要找 德川家康 我們印象當中的德川家康應該是長這個 這個樣子 對 就是圓圓的臉 這樣 可看起來福泰福泰的這樣 可是那個 原則孵化的德川家康 帥到爆炸 怎麼 感覺起來就是一副那種那個 指插指插不是北斗神 指插沒有用出北斗神圈來 對啊 那個造型 對 臉是尖尖的你知道 對啊 對啊 好啦 以前寶島少年有連載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看寶島少年 對啊 OK 後來他 嘖 其實這是因為我在那個時間點開始有那個什麼 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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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錢買漫畫來看的習慣 在開始 看了那個德川家康 不然在這之前還有一本 那個他有畫一部那個 千田慶次 花枝慶次 台灣翻成北斗遊俠 然後等於是我們那個 我對於 日本戰國時代所有的那個知識來源 都全都來自於 袁澤夫 你知道 袁澤夫他畫的 就是只有他的這個作品然後就看 對啊 可是那個他講的故事其實都是野史 你知道嗎 就不是真正的事情 對 但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就是 我 會很認真的去 去參考 去看這個故事 對啊 哇 你看還有那種那個什麼 你知道 袁澤夫畫女孩子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對啊 所以在我們那時候少年少男心目中啊 就是 真的 就是 會忍不住那個時候會一直看他 不過他已經算還好 因為他在那個時間點還有人畫的畫女孩子 畫的比他還漂亮 貴政河 DNA跟IS 對啊 對 對 在大俠來之前 然後那個什麼 東扯西扯 這樣 全市長 4 以外 原則夫不管只要畫帥哥啊 不管是怎樣 都是畫的 畫的那個 都是畫的全市長的樣子 然後他不管話 換他只要畫漂亮的女孩子 基本上都是畫的游莉亞的樣子 就是 呃 這個時間點算是他的成熟 就是他已經比較沒有 呃 他以前北斗神拳的時候有時候那個人物風格會有點歪斜 就是還在成長當中 那可能下來就是一開始看起來都有點種種的這樣 然後這個時間他已經 算是已經很熟練然後開始在接各種 歷史辦歷史那個故事那種 據說原則夫眼睛不太好 所以他就 越來越少畫這樣子 對阿 Right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暫時 暫時 一群善良 一暫時 暫時 正義在你 讓誰總汹湧 澎湃 澎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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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